日本文豪100年的第二位文豪是深欧外 照片上的深欧外长得十分严肃 而且其头衔是军医最高职位 陆军军医总监 日本的高中国语课文 收录欧外的初期代表作五级 许多日本人透过课本第一次接触到他的作品 然而对现代高中生而言 五级的文语体又称雅文 就如同古典文学一样难懂 而且作者的照片又很严肃 看起来很难 很可怕 这是欧外给人的第一印象 因此学生们不愿再尝试阅读他的其他作品 与夏末硕时齐名的文豪欧外 却因为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吃亏 欧外有两种样貌 一种是戒穿龙之界森老师中的欧外 戒穿在素食的葬礼中见到欧外 他这样写道 那位人士相貌堂堂正正 应该说是神采意义 世上极少有这样的容貌 看了名片上面写着森林太郎 另一种容貌的欧外 则是其次女姓奴在小时候画的一幅画 她的女儿叫姓奴 和中国人的姓奴不是一样 姓是水果姓的姓 奴倒是奴隶的奴 这是一幅头宜长大的人物画 乍看下还以为是妖怪华嫖 不过旁边写着爸爸 原来是姓奴画的欧外肖像 还附上姓奴创作的歌词 歌词是这样写的 光溜溜 光秃秃 爸爸的头发光秃秃 苍蝇啊 苍蝇啊 不要滑倒 要小心 这两种容貌的描述相差甚远 也正代表欧外为人大气 他是严谨的军人 也是温柔的爸爸 更是文豪 事实上 欧外也写作有趣奇异的小说 例如《大发现》 那是1909年的作品 认真探讨了欧洲人 也会挖鼻孔的问题 《性欲的生活》是1909年 原书名是拉丁语的Vita Sexualis 被误认为色情小说 而受到禁止贩卖处分 请原谅我没有发好 他这个拉丁语的书名 让人惊讶的是 《性欲的生活》是自传式的作品 更叫人惊讶的是 这些作品都是在他身为军医总监后 才开始写作的 以下就向大家介绍 这位不可思议的 知识巨人的人生吧 森欧外本名是森林太郎 出生于1862年 石建国禄族郡金河野亭 是金河野番典一生 森庆太的长子 六年后的1868年 日本元号改为明治 迎向新时代 也就是说 森欧外是比夏摩素时年长六岁 江户时期 人民基本上一辈子都无法离开出生地 明治时期可不一样 优秀的人都能赴东京出人头地 光耀门眉 欧外从小就被称为神童 森家在这里看到这个长子身上有希望 于是计划讲堂送往东京 父母常常讨论要搬到东京的事 有一次我竖起耳朵听他们的谈话 母亲便对我说 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我觉得很奇怪 于是问了母亲 她答道 如今大家都想去东京 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时代面临大改变时 有孙英潮流的人 也有赶不上步伐的人 赴东京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对于森家而言 多亏有亲近西州 1872年 就是明治五年 父亲带着欧外去东京 他们现在向导的旧藩主别墅落脚 同年10月 欧外一人居住在西州家 西州是他们的朋友 他写道 我进入位于一起板的斯利德文学校 但是学校离向导太远了 为了通学 我居住在父亲的前辈东老师家里 当时东老师住在神田小川厅 性欲的生活 虽采小说形式 然而上述内容 却与身外的经历一致 东老师就是以西州为雏形 本人姓西 所以改为东 十分有趣 欧外是语言天才 这个时期 学习德文 已是大大改变了他的一生 1874年 满12岁的欧外进入第一大学区医学校 他比学校规定的人学龄 年龄小两岁 因此 谎报14岁 参加了考试 并顺利考上 通常都是谎报比实际年龄小 但欧外为了入学 反而谎报 比实际年龄大 可说是前所未闻 不愧是神童 森林太郎 入学后 欧外住进学校宿舍 事实上 当时的学校宿舍 是个可怕的地方 本文开头中 我形容 森欧外长相严肃 那是他晚年的照片 给人的印象 欧外最早的照片 是十岁时拍摄的 那时 他一副 智儿的模样 就像女孩子般可爱 如上述 欧外进入第一大学区 医学校 是手续上 十四岁 实际上十二岁 简直有如 小羊自己跳进狼群 因为当时的学校宿舍 学长对学弟做男色 是家常便饭 根据 性欲的生活中的叙述 喜欢女色的学生叫做软派 喜欢男色的学生叫做硬派 住宿舍的我 开始被硬派学长盯上 他说道 一月入学 我被安排在学校宿舍二楼的房间 室友是个叫恶口玄的男同学 若他属于硬派 我想我应该是逃不了了吧 幸好恶口不是硬派 但也不能总是和他混在一起 我就是身外 身外 为了自卫 把短刀藏在怀里 某个晚上 恶口和朋友外出 我一人留在房里 忽然听到有人 偷偷爬上楼梯的声音 他写道 听惯猎枪声的鸟 不会随便让猎人靠近 我把油灯熄灭 打开窗户 爬上屋顶 悄悄关起窗 我的手紧紧握着 怀里的短刀刀柄 没多久有人进房 这简直是惊恐片的画面 那个人在房里走来走去 明明刚才油灯还亮着 人去哪了 那人独自在那里说 听声音就知道 他是以男色 嗜好出名的九州人 过一会儿 那个男的放弃找我 而离开房间 幸亏短刀 没派上用场 真是个吓人的世界 虽然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下 就学1881年 欧外仍顺利从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 进入陆军从事军医 1884年被指派留学德国 8月20日从横滨港往柏林出航 这算是欧外人生中的一大转机 不同于素食 斯诺外的留学生活可说是如鱼得水 欧外流畅的德文 以高深的学识出类拔萃 脑曼 在演讲中发表轻视日本人的言论时 欧外不但当场反驳 后来甚至在德国报纸上 与他隔空论战 在长官眼中 欧外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欧外在德国念卫生学 因此有严重洁癖 关于这点会留在后面再提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慕尼黑大学留学的恩外 感受到日本所没有的自由 他结识了艺术家 挚友袁天直次郎等人 他们和是出人头地为第一的同学们截然不同 欧外因此享受着海外生活 有一张1886年 与袁天直次郎等人在慕尼黑拍摄的照片 欧外单手插腰 完全没有穿军服式的严肃模样 充满着青春气息 当时他满24岁 或许这是一段迟来的青春吧 1887年4月 欧外前往柏林 在留学生涯的最后一段时间 认识了年轻的德国女性 五姬女主角爱丽丝 即以他为雏形 隔年1888年7月5日 欧外和长官石黑宗旨一起踏上回国之路 不得不与爱丽丝分手 五姬是基于欧外的自身经验所撰写的作品 不同于一般的私小说 虚构部分不少 不过至少主角太田风太郎和爱丽丝分手时的悲剧 被认为是欧外的切身心声 以下是风太郎被逼到必须二选一的场景 要选爱丽丝呢 还是要选出人头地呢 他写道 回家后 我要怎么跟爱丽丝交代 离开了饭店 我心中满是无法言喻的纷乱 我倒在路旁的长椅上 如同尸体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忽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风而惊醒 时辰已经入夜 白雪纷飞 在我的帽眼和外套的肩膀上 大概积了三公分之深 这是五姬上的片段 离开柏林的当天 欧外讲爱丽丝的事告诉石黑宗旨 石黑的日记7月5日上写着 在车中与孙谈其情人的事 我为他昌然催手 同年9月8日 反敌国门 然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 四天后的12日 爱丽丝竟然为了欧外追到日本 先不论欧外的感受 对于出人头地为第一主义的孙家而言 爱丽丝这个外国女人的出现 只能以丑闻来形容 包括妹夫小金景良 金等亲戚 孙家团结一致 说服爱丽丝 虽然爱丽丝与孙家之间的谈判内容不详 但在大约一个月后的10月17日 她一人返回了德国 后来欧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叫《建构中》 主角杜鞭在京阳轩饭店里 见一个德国女人 刚好附近某地方正在建构中 施工噪音 传到饭店 女人说 这里很凄凉不是吗 都便回答 正在建构中 过一阵子 她又再说 日本正在建构当中 爱丽丝回国后 两人也通过几次信 也说欧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个女人 与德国女人的恋情 以悲剧收场其原因或许在于当时仍在建构中的近代国家日本吧 孙欧外在45岁晋升为陆军军医总监 欧外不辜负孙家的期待成功的出人头地 然而他本人并非以出人头地为第一目标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 国丧当天 乃木典乃木西典夫妻寻死 尽管这样的行为已不合时宜 欧外却因而受到震撼 近数日便完成了 《星经弥舞又未门》的遗书 这是欧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 也是献给乃木西典的晚歌 此后便开始写作像 《阿布一族护寺院元的复仇》 等小说描述一群不期望 说人头地坚守信念而死的武士们 在这里我要停一下 说一下这里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孙欧外对乃木西典 寻死这件事非常的在乎 在我看的电视剧《板上之云》里头 看见了因为乃部西典 指挥日军攻打旅顺港 在辽东半岛上 陆军军营里 当时森外是那里的军医 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在一起战斗过的 好 让我继续回头再读 身为文学家 欧外的工作不止创作小说 也写书评论 从事翻译 在文坛仍在建构中的当时 欧外透过完美的异作 将欧洲文学作品引进日本 其功劳之大 也可说是现代的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身为素食弟子的戒川龙之戒 以及太宰志及三岛游记夫 都非常尊敬欧外 他是一位备受所有文豪们 景仰的大文豪 而且欧外非常重视家庭生活 在当时的男性中相当罕见 对孩子们而言既体贴又有趣 是最棒的爸爸 欧外有过两段婚姻 第二任妻子 志夏还在丈夫的劝说中 开始写小说 在那个女性被视为不需要读书十字的时代 乐见妻子写小说的丈夫 应该只有欧外一人了 1922年7月9日 森欧外去世 享年60岁 死因为肾脏病和肺结核 其遗言中的这段话非常有名 我希望回归石剑人森林太郎的身份死去 墓碑上除了森林太郎木之外 不加任何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想就交给各位读者自由想象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 留下傲人足迹的知识巨人 其墓葬在东京的残林寺 按照遗嘱墓碑上只刻着森林太郎木 好 就读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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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